首先我们关心世界的局势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 美国的部分变化 这个部分的变化在2020年对于美国以及身在美国的朋友来说 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一年 从一开始的新冠疫情的肆虐 都是一个 可能大家让人家觉得是说真的是非常害怕 怎么会突然有这个疾病 从纽约封城到夏天慢慢去和缓 然后和缓之后 当然我们不会让时间无聊 就进入了什么特朗普的连任大戏 整个世界都在观赏了有什么 由特朗普主演拜登当作配角的政治实境秀 谁是大总统 而结局当然很遗憾的是以特朗普吃下了败仗 失去了未免者宝座 即将在这个月 卸任他最新到世界至高权力的众王之王的宝座 也就是美国总统 而在这场实境秀下 谁知其武的 居然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右派团体 包含的PB Pro Boy 骄傲男孩也在选后 大家也认了 尘埃落定 但是真正疯狂 并且事实效忠川普的居然是华人的体操团体 轮子神功的相关组织 直到现在还在高唱的特朗普即将翻盘 连任势在必得 拜登必然入狱 美国再次伟大 当然我们好像觉得有一点点夸张 甚至有点荒谬 不过无论我们喜不喜欢 我们都尊重他说话的权利 这个是言论自由的真谛 即使我不喜欢你的说法 但是我尊重你可以讲话的权利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在1月6日特朗普他能够翻盘吗 虽然号称有100多位共和党的议员 即将在1月6号去声援特朗普 但是按照美国的政治的惯例 这件事是很难达成的 因为力之所趋人之所向 当特朗普的支持度现在是越来越低的 现在谁跟特朗普站的太近 除非是共和党的铁票区 就跟什么一样 就跟我们台湾的台南一样 你叫选举的时候 哪怕怎么样 推一颗西瓜去到候选人 基本上都是会选上的 因为颜色对了就可以胜选了 这跟选嫌与人的选举制度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之外 基本上你跟特朗普靠太近 对自己以后后面选举不见得有利 怎么说 毕竟是铁打的议员流水的总统 总统位高权重 当然责任也不轻 他最高只能连任两次 也就最多做8年 但是美国的议员不一样 只要你的选票 你的选区也够顾好 顾得牢牢顾顾的 基本上你可以选到 连任到你不想干为止 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做的事情 否则为什么麦康洛共和党领袖 他宁愿死守的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的位置 他也不会轻易的去争夺总统大位 为什么 因为至高的权力 就是结束你政治生命的警钟 如同在我们这些命令先生的学习的武术里面 就谈到了什么 生命的循环跟运势的循环 只要到了什么 到了帝旺这个最高点的运 接下来的就是衰病死目绝 这些是不可逆的循环 到了最高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衰败了 而在美国2021年拜登上台之后 要面对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残破的美国 很多人还在以为 美国是当年二战结束 欣欣向荣 失业率仅有1.5% 几乎是人人有功力 人人有工作 家家有余气的美国 其实美国的衰败也不是特朗普造成的 老师必须被特朗普平反一下 美国的衰败早在小布希时代 放手让全世界去分担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这些债务 以及刺激房贷 初期的处理不当 放飞了全美国的发展 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祸根 特朗普也就是川普 他只是扛了一个欧巴马这个成平的君主 留下来隐含重大祸患的美国政府 飙高的债务过于延伸的长臂管辖 让原本你本职实力应该要很雄后的美国 过于自信去掏空了他过去的基业 去成就一个霸主的头衔 我们不能说他是虚险 因为他是实际上最有权力的一个国家 那么在美国他的富友人是不是还是很多 其实不可会人的 美国有非常非常多的富人 他有钱的程度到你难以自信的地步 甚至有一些企业家 他自己的身家已经抵了过好几个小国家 他们的财政总财政 说在这么状况有钱状况之下 为什么他会衰败呢 但这些人有钱问题是在于政府 包括美国白宫 包括以及大部分的百姓都在长期 而且几乎无法清偿的债务之中 日复一日的生活 新冠病毒只是让这个病根引爆了 关税壁也是特朗普所做出来的关税人 只是让重病更加严重的一个催命符 海量的QE大傻壁的这个模式 只是让病为了第一病人打了一个止痛症 让这个病人其实好了疾病 但是他对止痛症的依赖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戒除 为什么 因为钱的味道太香了 让人无法去自拔 假设我们举个假设例子来讲 好了吧 美国他说2023年他要结束QE 开始收回这些资金 那么你从股市中将会抽出大量的巨大的利润 这些资本家他还是富可敌国 而且是越来越有钱 因为他们把钱全部溢注在这美国股市之中 美国股市一直不断的虚炮 不断的往上去飙升 那么他们的财富当然就是倍增 当他们要把这些倍增的财富抽出来之后 剩下来的就是百姓 他所投资的跟风的订单 股市就是这么一回事 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 贫到你穷到你无利追之地 这样的美国已经不难去 我们去预想他的存在 那么这个问题是老师现在评估他现在的状况 所做出来的预估吗 其实如果是老朋友就会知道 老师在2019年的5月28日 所播出的什么 中美贸易战系列的第8集 就已经说明了大智慧遇到的状况 所以说要验证老师是不是一个吹牛的人 那就可以去验证老师过去的视频 当然不能说是老师讲的都是全对的 但是基本上应该还有一个五六成 五六成的准确度 好不好 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而美国未来基本会如何 其实基本上这几天就可以确定 只要1月5日的参议院补选 民主党的胜利 当然这个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民主党的胜率其实不到三成 说那两席的参议员的席位 大致上还是会共和党去拿下 但是如果民主党赢了 那么美国就还有办法力挽狂然 让拜登成立一个完全的政府 快速而且大手大脚的做好国内的救助 以及建立新的国内基础建设 包含他所说的绿人工业 或是任何一些新的能源政策 然后让这些能源政策落在铁锈区 来降低铁锈区的劳工失业率 他不能就全美国 但是他可以就一些极度危急 在这次选举输得不是很好看的一个区域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参议院了 而且他必须降低那几个地方的series之外 还必须平均国内市场的稳定度的举措 避免到时候QE结束一抽出来完蛋了 大家全部都是胖子一离开 游泳池这些一些瘦子 那不是很难看吗 水位迅速下降 所以说这些事情对民主党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些举措都必须要参议院的同意 才能够做好预算的编列 因为他属于重大的设施 而我们很明白 这个在美国党争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你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 这不重要 因为你是我的敌对阵营 所以我们必须要抵制到底 这个是必然的 除非我们的利益一致 比如说像这次的国防授权法 他关乎到美国大兵他们的薪资问题 这个很重要 你不能去失去了美国军人他们的待遇 或他们领不到钱这件事情 因为军心不稳了 士气大乱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特朗普他没有关系 因为他已经确定了解他会卸任 他现在做的事情叫做石敬秀 他知道不可而为之 但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的利益 而不是在于其他的利益 所以说这些美国势力有没有拿到钱 对特朗普来讲 他并不是首要重点 无论如何他都是president 他都是总统 他没有差别 那么这次的 像这次的国防授权法 一样一次的通过 那么这个就是短暂的合作 否则你要做什么 我都不同意 除非你给我什么 其他的利益来做交换 那么我们就还可以协商一下 谈一谈 你要给我什么 我要什么 老百姓的问题 老百姓不重要 你只要选钱跟他们喊口号 讲一讲美国No.1 就讲了就形色吗 没有 好好讲讲美国No.1 我们要有美国精神 或是讲什么一些呼喊 演说演说很好的演说 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做到不重要 重要是你演说要能够激扬人心 但这样状况之下 你能够选上后面的事情 百姓你不用参与 为什么 因为代一政治就是民主政治 我们你只要选上他了 他想干什么 跟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这个跟民主是不是有点背道而驰 应该是大家去决定怎么去做 议员只是代表我们发声 所以议员应该依照我们百姓的 或是国会议员这些 我们依照我们百姓的想法去施政 但实际上是这样 没有 选上他就赢了 赢了他想做什么 他不用问过你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病 民主政治最大的弊病就是在于 他要施政什么 他不需要问过你 他也不用放风向出来 他只要去决定他要这么做 牺牲你 那是应该的 因为是他选出来的 就这么简单 好吗 所以要百姓上 他是没有真正的选择机会 也没有可以把这个看到事实真相的机会 这是什么 这就是政治好吗 如果共和党赢了参议院 拜登能做的 在中欧投资协议以及RCEP签例之下 睿智的美国政客以及资本家 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 只能一方面的跟中国去降温 这些中文败义战的一些火药会慢慢降温 逐渐的降低原本设立的关税壁垒 但是从来不会做一个没有甜头的事情 他每降一次一点点的关税 或是降一项目的关税 他绝对会过来跟中国再去要好处 为什么 我现在饶了你 你应该去跟我们表示什么善意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原油以及原物料 这个东西是希望中国加大采购的 毕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签在那里 中国怎么样的旅约 包含最近中国特地加大了数倍的原油 采购量跟美国去买采购原油 而降低了什么 跟阿联油还有伊朗的采购 这个部分也是当然是趋于美国的压力 这是必然的 但是你跟中国去 美国跟中国又去交好了一阵子之后 他当然也会继续的去什么 反过来去跟征兵南海 开始找一些南海的问题 然后怂恿印度继续跟中国对着干 在打击伊朗游说欧洲反中 这个很正常 我前面给你握握手 我后面给你下毒手 政治跟外交永远都是这样 不但美国会这么做 中国也会这么做 任何国家都会这么做 除了中华民国 前面给你握握手 我后面还给你磕个头 那没问题好不好 因为我们是一个怎么讲 我们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 我从来不会在后面下毒手 我们都是前面握握手 后面磕个头 没问题好不好 大丈夫 那么所以说美国他是积极上反中 但是实务上会降低中美贸易战的副作用 也就是避免失去刚刚强调这个原油 跟油料消费最大的国家 所以说每家一次关税都要开放一些 或是他应该会再开放一些高科技 比如说 华尔街或是那些矽谷对中国的限制 都会慢慢的去松绑一点 松绑一点 他不会是说很多 因为筹码是要一次一次用 政治家他们绝对不会很快的说哈 会说哈的都是傻瓜 比如说我们的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一次就说哈 随便你怎么干都可以 那就叫说哈 对不对 有没有智慧 我相信我们中华民国执政党是很有智慧的 好不好 所以说美国可以买更多的 跟中国要求买更多的这些商品 对于中国是一个好处的 而且可以让中国跟伊朗跟刚才讲的阿联油 之间的关系开始有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本来因为立行跟我采购这么多油的 你需求这么大 你应该跟我多买一点 因为现在阿拉伯世界也没有那么景气 说坦白也没有那么景气 他还是很富有 但是没有过去那么有钱 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当然希望说中国你不断的跟他们交好 那是最好的 所以说这个利益在哪里 那个外交在哪里 正义跟善良 那个是旁边讲的 如果你要讲正义跟善良 你就不要碰政治 碰了政治 你就不要跟我讲正义跟善良 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 像现在我们讲一件事好了 所有的欧盟国家 包含英国各个国家去讲中国新疆的问题 说新疆的棉花都是红色的 因为人去采棉花然后染血的 但是事实上谁要看过红色的棉花 这些共产党真的愚蠢到 他可以用机器收割很快速 他还用人慢慢去收吗 这好像没有什么经济效益 对不对 而这些人根本也没有去过新疆 甚至不知道新疆除了维吾尔族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族人 那新疆现在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 不重要骂你就对 因为骂你可以让别人开心 这个就是很重要 正义跟事实不重要 也不能说是他们都是邪恨 也不能说中共一定没有破坏人权 我相信都有程度上的问题 而事实上我们看得到吗 大部分人都看不到 不是吗 当然中国会一样配合美国的脚步 意不意去的跟随这个套路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筹码太多了 他会在2022年拥有欧洲的技术以及资金 以及阿瑟这个最大的贸易体 所以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一 所以中国只要慢慢来 他不着急优着点 美国必然只能做越来越多的动作 因为为什么在台高足的美国 以及濒临破产的美国百姓 还要需要半年以上 才能从疫情舒缓中的慢慢的活过来 拜登所得到的美国 其实老师也想一想 这怎么去形容他 他有点像家庆皇帝 对不对 他从乾隆爷的手上接到大清朝 基本上除了表面上的繁华 理子里都已经腐烂不堪了 而且当家庆爷他上了皇位之后 不但怎么样 内政已经很糟糕了 上面还有个太上皇 所以说拜登他在上位之后 难道特朗普他就不会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吗 不会再受用别人跟他顶着干吗 一定会 为什么 因为他是特朗普 他再怎么样 他都不能失去舞台 他可以没有钱 他可以失去很多东西 但是你不能让特朗普失去别人注目他的机会 也就是他有他表演的舞台 如果不能让他再跳一个这个舞 那么他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说内忧外患之下 拜登这个老先生 他替民主党打败了川普 但是或许他也难以翻转的美国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历史上除了战争爆发 国家的变化 他从来不是两三年可以去看到他的变化了 通常都要以20年为一个单位 所以说我们预期美国开始衰落 他不会在这两年突然去很惨 变得很糟糕 不会 他在20年的时间逐渐迈向衰败 到后面难以起来 像我们看到美国历史 或者是世界各国历史都是一样 大概都是20年一个单位去不断的轮停 经过五六个单位之后 大部分都会产生的内战 或是外战 或者是民生凋庇 这样美国就遇过了经济大恐慌 对他很多次的失败状况 而他过去失败之后又起来 现在只是又在摔一跤 而现在摔了这一跤 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全球化已经不可逆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停止他自己 对外国的仰赖 除了中国目前还可以之外 其他国家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封闭 没人权独裁的奇怪的国家 对不对 我们要抵制万恶的共产党 但是他们的内循环是做得很好的 他们不会因为任何国家停止贸易之后 他们开始断水断电停止营业 倒还不会 所以说内循环能够做到的 外循环的仰赖 那才是有一个营养的地方 这可能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了 数千年的一个政治哲学 让中国无论在任何状况之下 尽可能都还优着点 你要谈我跟你谈 你不谈我们也不急得跟你谈 这个是一个蛮特殊的政治文化 好吗 来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